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术的定义就是人和马合作 去完成一些指定的动作 它最高境界其实比的是一种精神吧 就是它的合作精神 或者说它的骑士精神 我叫陈炳良 今年17岁 是一名高三学生 在业余时间爱好马术 然后也是一名马术运动员 第一次接触马的话应该是三四岁那样吧 算是野骑 后来的话在13岁就是四年前 开始系统性地接受马术的学习 父母从小就是思想上比较开明 让我自己选择一条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路 所以也尝试过很多的东西 这项运动确实给了我不同于其他的一些感受 所以父母是一直在不以为力地支持 我感觉马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的搭档是一批动物 最简单的不可控因素 其实就是无法形成完美的与马的交流 因为语言不通 其实就只能是通过它的一些肢体特征 或者通过一些你在骑在上面的时候 它传递给的一些信息 才能够得到说现在马在响什么 是一批12岁的比率运动马 它的性格比较敏感 所以它的行为有的时候会显得极端 上次二清会马上上高三前的那个暑假 心里会很迫切地想要去为北京队 其实是拿一块奖牌 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 行径的过程当中 要走一个七步的一个连接 让马太快速走了五大步 然后技术上的一点点就是小了一些失误 把枪绳就稍稍松开了一点 马可能当时也比较兴奋 就没有太在意的一点点差别 然后可能就把刚刚打掉了 再一个 以往的比赛当中 他输过之后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在二清会树里以后 他反应出来的结果是在后边两三场比赛 就是他可能不太想去自在这场比赛 或者在比赛的时候他很消极 巨跳 碰杆也有很多人 有一年当中 跳很低的站也没有巨跳 每场比赛他一定会巨跳一杆到 或者直接将会淘汰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 那段时间其实很灰暗 当时始终让人家换马 始终没舍得 那会儿其实说实话 不是因为情感有多事 只是单纯因为他是我第一匹马 我感觉所有的人 在对待一个 就是自己身上发生的第一次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是有很强烈的一种记忆感 然后后来因为随着感情的加深 然后他对自己能力的越来越信任 其实这种巨跳的情况已经少见了 我感觉每名出色的 英雄的是不是 站在顶尖的一匹骑手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 那我个人其实不是掌控 很强烈的骑手 比较在意马的一些看法 那我可能需要一匹 比较有想法的 比较注重这种 他自己感受的这样的一匹马 那当这匹马 以我磨合好了之后 可能我的上限和下限 不仅取决于我自身的技术 可能还取决于这匹马本身的能力 和它的勇气 至于我目前而言 肯定是先参加高考 所以要先用力学习 马术的话 此时此刻是将它看成一种爱好 将它看成一种放松 这个孩子比较沉浸 很有才气 他要一边应付比赛 应付训练 更重要的是角色的转变 他需要从那个喧嚣的赛场上 马上转型 然后进入到一篇文章里边去 进入到一个题目里边去 为这个角色转变 对他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来说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有点 不能说不喜欢吧 就有点不太敢 去跟陌生女人说话 比如说我马选里面 一些大教练 可能刚开始的那几句话 教练人好 那个人家人的那些 可能现在平均人觉得 这种事情挺平常的 那对于以往的我来讲 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 那在练习了马术之后 你会更自信 这个自信体现不是在于 单纯的对自己 某项专业能力上的自信 而是对自己 为人的这样的自信 是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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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 是一定会 都于成功的 如果将没有名次 比作失败的话 你每十场比赛都能够赢 一到两场的话 我个人感觉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我妈妈就是 在我的这个 马术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直陪伴的 我的训练 我的比赛 我觉得这种期许 正是推动我 往前走的一个动静 它会让我 免疫外界对我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声音 会让我能够更专心 致志地去走这条道路吧 是对自己的 是对自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